妈 你干什么呢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 你端不起碗你就放在座上吃 这都打碎多少个碗了 妈妈 可能是面条太烫了 你这小孩子懂什么 我们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 赶紧做功课去 西西 你干嘛去呢 放掉做好了 我出去一下 这孩子 妈妈 奶奶 我用我的零花钱给你买了一个新碗 给你奶奶 西西 你干嘛去了 都准备要吃饭了 妈妈 我用零花钱给奶奶买了一个铁碗 这样就不会打破碗 也不会惹你生气了 妈妈 我也给你买了一个 妈妈 又不会打破碗 你给我买了干嘛 当年老了也会像奶奶一样打破碗 所以我也给你买了一个 所以我买了一个主腾 每个人都会有往去的一天 百善 夏维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